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个系列要跟大家介绍 那今天要做什么呢 今天就是 Have breakfast with me 我们一起来吃早餐吧 那我今天做的是什么呢 今天做的这个呢 是 莓果的smoothie 就是如果大家有兴趣知道里面是加哪一个莓果的话 可以回到我第一个生活vlog去看 那这莓果里面呢 就是 我有加了 各种莓 然后 牛奶 希腊優格 跟一点点的水 还有蜂蜜 所以这个早餐 超级营养 又健康 那另外一个呢 是这个 另外一个是这个 你们很熟悉 这是蛋饼 就其实是 用沐西哥卷饼皮 加上就直接用蛋 然后爬铺上去煎 然后再卷起来 就非常简单 五分钟就可以完成的 所以今天呢就要跟大家 边吃早餐 然后边聊天 那要聊的是关于李滋 还有李滋大学 今天呢 先回到第一个就是 如果你开学 或是在开学之前 你应该会想 嗯 我应该会遇到什么样的人 或是我同学都会来自哪里 那这一点的话 其实就是跟你自己本身的科系 有很大的关系 因为不同科系 会吸引到的国际生 就当然有很大的差异 但 就以我自己读的 传播媒体系而言 嗯 传媒系在开学的那一周 那我看到就是 所有 整个可以做三百多人的大 就是礼堂 礼堂吗 就是大礼堂里面 就容纳了差不多 八成的亚洲人 所以其实还蛮可怕的 就是有回到 亚洲 有回到家的感觉 那旁边的人呢 主要在讲的语言就是 就是普通话 所以你就可以知道 有很大一部分的 国际生在我的 就我的系而言 其实很多都来自 中国的学生 所以其实有很熟悉的感觉 就是 语言 语言上有很熟悉的感觉 那 就我所知的话 商学院也是 就是大概是这个情况 就毕竟是比较热门的 科系大家都会想去读 所以就 你就会看到很多的 国际生都是 亚洲面孔 那当然我的朋友 除了就是 亚洲学生之外 也有来自就是 柬埔寨 或是印尼 泰国 其他的亚洲国家 那当然也有就是 拉丁美洲的 好朋友 这样子 所以其实 族群的 学生族群 其实真的是 在理智大学来说 就是真的是很国际 一直讲 就差点忘记吃早餐 好 先来吃蛋饼 不然等一下 这东西应该 掉在床上就麻烦了 超好吃 这料理是 连白吃都会做得出来 就是 做料理白吃都做得出来 这真的超好吃 那 嗯 刚才找到哪 哦对 国际生 那理智大学呢 总共有三万名学生 就是 包含大学 大学部跟研究生 但是三万名里面呢 我做了一下调查 大概有八千位 是来自 世界各地所 英国以外的国家 那 在研究生的 这个主群里面呢 外国的国际学生 就占了六成 所以就是 其实国际生 来台 来到英国主要 也都是来读研究所 反而你在 你的 例如我的研究所 课程 真的比较少的 英国学生 英国学生大部分 都是大学生 这样 至于课业重不重的这个问题呢 大家应该也蛮想了解了吧 就你想知道说 你在这里会花多少时间 在课堂上 然后你会需要 就是读多少 读再 花多少时间 那当然研究生的 读书时间 最多的 不是在上课的过程 而是在你自己 就是 课后的复习 为了要写论文 那你就会花很多时间 要找文献啊 读资料 不然的话你的论文 就会难採 那就这边来说的话 我自己的课 我自己的课的话 第一学期的时候 是有三堂课 对 没错 一学期就三堂课 但这三堂课呢 它的学分数 占非常重 我一整年一定要 要毕业的话 就要修买180的学分 那 其中有一堂呢 是 毕业论文这堂课 这堂课是很快 一整个 一整年的 所以它一共就占60个学分 那另外呢 第一 第一学期的另外两堂课 就是各30学分 那这30学分呢 其实 上课的时间呢 一周也只有两个小时 就各两个小时 一个小时是 lecture 是教授主要在讲一些理论啊 或是他在报告一个 就是他想要讲什么 那 另外一个小时呢 是seminar 那这个就是要让大家就是 分成各种不同的十几个人的小组来 讨论 关于 教授 课堂上讲的一些理论 或议题 这样子 所以 时间的比例上 其实是蛮少的 但是你真的要 因为少 所以你得到的题材 毕竟就比较局限 所以你必须 要透过自己在私下的阅读 去了解 这个真正的深入了解 教授在讲 还有你自己真的想要 写报告想经究的部分 所以 其实虽然课少 但是 相对的压力还是很大